再厉害的脑梗啊 也怕这一碗汤 不看呢 你损失大了 大家好 我是赵羽浩教授 很多的脑梗患者 跑了很多地方 花了很多的钱 症状呢 却没有缓解 其实呢 不用这么麻烦 中医治疗脑梗有个方法 既简单又有效 按照我说的去做 不管你的脑梗呢 是多少年了 都能得到改善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一碗汤 这个汤叫黄旗赤风汤 它主要有三味药组成 第一个就是黄旗 它的补气作用呢 非常的好 叫补气肢长 第二呢 就是吃勺 它有清热凉血 散于止痛的作用 最后一味药就是防风 所谓风动才引起的中风 脑梗就是中风的一种 所以防风这个药呢 它是去风解表 为风药之中的润剂 它可以改善这个风邪 别看这简单的三味药啊 对于脑梗和其他一些筋脑血管疾病 导致的肢体的酸 胀 麻木 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中老年人如果吃一段时间的话 可以起到活血通落 预防心梗 脑梗的发生 方子虽然好呢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使用之前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 辩证分析一下 是不是有肝火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用药剂量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 如果你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来帮你看看 自己的孔子